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報局》 又是Marco和大家分析大市的市況和期權策略 市場跌得很金,跌了五百多點 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昨天正式簽署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令市場擔心中美貿易戰的談判會有影響 所以市場跌了下來 但是情況就是說如果你認真一點去了解相關消息什麼時候出現 其實是在香港的時間 昨天開始之前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新聞 但是情況就是在昨天星期四開始的時候 的確那個港股 在昨天聯邦領下的那間點 稍微微降落了一點了 大約擺放到兩萬六千八百點 那樣的位置 但昨天 聯邦領下的度去兩百六千八百點 那樣的位置 情況下來說 很快就出現一個支持 跟著就爆上去 接近二萬七千來五十點 那樣的位置 即是我這幅圖 右手邊綠色蝦麗的位置 2700-500元的位置 那之後資料慢慢回軟 到大約2600-26008 26008,2600-26008,2600 因為問題是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其實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法案 這個東西是昨天已經出現 但是昨天對香港股市的影響又不是那麼大 所以其實你見到的情況是市場的樣子 當見到對香港不是影響那麼大來說 紛紛就覺得好像沒什麼了道 所以都覺得是看好港股的 但是細股不到的情況就是 昨晚美國休市香港今天就趁著這個情況 整個特賊一夜就對回五六百點 A股當然也跌了 亦都從現在大同香港股市都跌了下來 OK 我就這樣看的 第一 如果你有跟開的節目 有印象中我講的話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是不斷地跟大家講 其實那個港股近期都是炒區間波動 黑色那四條線我畫了很久的了 我是故意不動的 我畫了很久之前已經畫黑色那四條線 上方阻力區間27026至27141 就是上面那兩條黑色線 下面那兩條黑色線是下方支持26441至26178 這個區間 這條線我畫了很久的 我畫了很久的 就是那個市總之接近這個阻力區間 不要高災 那個市就會有阻力就會回落 反過來,跌回到支持區間,大約26,178點至2641點 這樣的位置,就不要追估 相反來說,這裡就傾向較容易出現一個支持的局面 令市場在這些區間上反覆波動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情況,就是 首先,在民主法案出現之前 其實市場最高夾到我所提及的阻力區間 你很明顯就看到一個阻力了 你要記住,那條線我不是現在畫的 是之前一早已經畫定了 所以,在今天來講,市場突然趁著昨晚黑美股休市 今天突襲隊下來,我一點都不覺得出奇 因為過市根本上,現在就上了 再加上這個情況,就是 第二個項目,就是 昨天,在香港開市之前 就落實了這個消息 那香港列後低一點 夾了上去,剛才也說過 但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看回昨天的那隻英雄竹 它收市,滾下來 就形成一個比較長的上影線 OK 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說 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上方的壓力比較強 在這樣的情況下 密切就要留意著 昨天的低位 如果昨天的低位 都對出這樣的情況下來說 再加上 靠近我之前提及的阻力區域 在這樣的情況下 配合上影線長 跟著跌穿昨天的支持 今天再加上 頭20分鐘低位 這樣就不想也不行了 那就是這樣 市場就加上了 那短炒一轉 如果你說 day trade 跌穿頭20分鐘低位去炒 頭5分鐘的波幅已經很大 更何況是頭20分鐘 跟著跌穿頭20分鐘低位來說 很順的 繼續活跌下去 但是通常一般的求知者 就是不敢去低估 沒有辦法 因為你遇到頭20分鐘的波幅這麼高的情況下 你可以避免的情況下 就是說 你將指示位再接近一點去追 或者你用其他衍生的工具來幫忙 OK 那 現在 應該 大部分的求知者 比較最關心的 就不是在說之前 是之後 喂 Marco 你說了這麼久 那接下來的事還會不會跌 先 就通常問這個問題 那就逐步分析 首先 阻力支持區域 這個 這四條線 我畫了很久 暫時 當住在這個區域 都是先游走 那 如果是當住在這個區域 游走的情況下來說 理論上 根據我之前所說的策略 現在的事急跌下來 跌到去支持區域 應該要趁這個機會 去做short他們的動作 去收期權金 別人恐慌 我們貪婪 OK 再加上市 今天對一對下來 它 略為抽高一點 雖然它 我覺得它 也不夠高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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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 略為今天抽高一點 但未夠強 但是 Anyway 現在 開始可以考慮去做Short Pro 我覺得 Short Pro Short 什麼位置 Short Short 12月份 Short Pro Short Pro 的行使價 就選25000點 這個位置 我覺得比較適合 即是說 駁它12月份 不會被擺穿25000點 這個位置 不是啊 Marco會不會有看錯事 當然會 我再強調 我是會有看錯事的 所以Short Pro Short 25000點 你都要配合多幾個 即是幾個 叫做Pan B Pan C 這樣的方案 首先先說 Short Pro 如果現在未開倉 你要Short Pro 最好穩陣起見 就密切留意著 下星期一 尤其是 下星期一 我自己 覺得都比較關鍵 最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項目 我疏考這幅圖 這幅圖多了兩條線 就是紫色那兩條線 上面27267 下面26631 這兩條線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每個月都會留意的 就是 旗子的轉倉水平 旗子轉倉水平 旗子轉倉水平 我經常講過 你要判斷有沒有正式突破 要完成兩步曲 今天是 陰竹收視對穿 旗子轉倉水平低位 26631 完成向下突破 第一步曲 換句話說 所以 今天的低位 26323 就重要了 如果未來 對穿了今天的低位 26323 就正式 完成向下突破的第二步曲 在完成向下突破第二步曲 改一日來說 如果 對穿了頭的二十分鐘低位 即是完成向下突破的第三步曲 step 3 都完成了 所以 基本上 根據統計來說 向下突破的機會率 相對性來說 比較大 也因為這樣 符合我剛才說的故事 你說下個禮拜日很關鍵 如果 今天我的低位 26323 再進一步跌穿 簡單說 而跌穿這個低位的同時 對穿了頭二十分鐘的低位 就算 你開了好倉也好 要麼 要麼一定要做對沖 做對沖的 簡單一點的 南普兩個星期到期 價外大約 六百點左右 我覺得 價外六百點 十二月份 兩個星期到期的期決 他略為對沖自己的風險 比較穩陣 你明白了整套 很簡單 再加上第二件事 我先補充 就是昨晚黑美股有事 那 今天美國再開 那 那 那 禮拜一 即今晚黑知道美股的表現 那 禮拜一 經過 看完美股的表現 的情況下 那 禮拜一的啟視性就會大一點 OK 因為昨晚黑美股優勢 今天簡單來說 只是反映著 亞洲這方面的表現 尤其是A股 日本今天都 略為跌得 差 是比較差的 但是最主要都是 A股都 拖累了港股 所以呢 比較穩陣一點 看完禮拜一 那你明白了整套東西 那你整套倉 那你怎樣做 很簡單 星期一 最完美的 星期一 連今天的低位 263月3日都沒有跌出 那 跟著又升村民頭 20分鐘頂位 那你便搏去短暫見底 那你便搏去短暫見底 10月份 25,000多元 恆西加的極權 最簡單的做法 那 那你開了倉 事後真的 出現我剛才所說的跡象 真是 又對穿回底 對穿為20分鐘低位 對穿為今天低位 那那時候 不要管了 一定要做對倉 對倉 是兩個星期到期的 價外 600點的恆之期權 OK 那這個便搏A 搏B 如果不是 他是 一開波 已經對穿了 今天的低位 對穿了頭20分鐘低位 在這樣的情況 你想要short put 你也不要罵 先看清楚 相反來說 你比較進去一點點 玩些是兩個星期到期 價外大約400點的恆之期權 單面體談 OK 你搞清楚不同 你見過 如果對衝 我就選兩個星期的恆之期權 大約600點的恆之期權 我選一個恆之期權 我選一個恆之期權 因為我是說對衝 OK 保護自己的風險 所以我就選一個恆之期權 選得遠一點 但不是 如果走Plan B 它是直接對穿 今天的低位 對穿為20分鐘低位 Plan B 那你現在是 簡直是體淡 那你希望勝算高一點的情況下 容易一點 到恆之價的情況下 我便想選一個 近一點的恆之價 兩個星期到期 恆之價教我400點 我覺得是合理的 這樣去搏下去 最主要來說 我的策略是這樣 這樣 再深入來再說 接下來 星期一很關鍵 看看會不會 進一步對穿 今天的低位 如果對不穿 感覺是有機會 短暫就夾上去 簡單一點 就是這樣 OK 最主要分析 就跟大家說了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 這麼多 忘記了 我下個星期一 請假 我會放假的 所以我今天很詳細說了 接下來可以怎樣做 下個星期一 大家看素食飯 不會見到我 下次見大家 應該是下個星期三 做《窩囊龍紅症》節目 或者是 到下個星期五 再在奇緣見大家 OK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假假 我自己也是 下個星期一放假 下個星期三 再見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